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上周加拿大感恩节 美头军休息了一周 不知道大家等着急了没有 反正我是有点着急了 咱们频道最近有点不温不火 我最近一直在想解决方案 出去被加拿大的秋日美景洗礼了一圈 还真就让我想到了这么一条 死路清奇的方案 既然做了很多尝试 频道已经不温不火了 那就躺平好了 我自己反思 感觉之前一段时间 太在意流量 太钻研观众想要看什么 已经有点忘了 我做这个频道的初心了 美头军自认是一名知识型财经博主 很多我想表达的内容 可能短期来看 不能马上帮你赚钱 但是我一直认为 当我们掌握了更多的投资知识后 对我们的长期投资帮助是更大的 一直以来 知识类话题 关注度都不是很高 我也做的少了 现在既然决定躺平 那我就打算放下外界的干扰 回归初心 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话题 也希望能对咱们各位看官的投资有所帮助 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 相信还是有不少看官感兴趣的 那就是抄底 过去一个月市场回调了不少 本周美股先跌后涨 相信咱们不少看官都在猛拍大腿 后悔自己没有在最低点抄底 其实统观过去的市场 留给了我们许多抄底的机会 不知道大家是吃鸡的多 还是拍大腿的多 反正我这条假腿已经不怕疼了 回看历史 我们总能找到很多抄底机会 但是身处其中其实完全不同 今天这期视频 美头军就给大家讲讲 抄底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如果要抄底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遵循呢 抄底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buy the dip 是咱们散户投资者最常用的投资策略之一 能用好的人往往能够获得可观的超额收益 用不好的人也很可能被股市来回的割韭菜 关于抄底 行业内也有过不少争论 专业投资者们有些对抄底嗤之以鼻 也有人将其玩出了花样 对于这一策略 学术界的研究也数不胜数 接下来 美头军就打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给大家总结一下 业界对于抄底策略的看法和研究 以及历史上成功和失败的抄底案例 最后我也会谈一下 我对于抄底这一策略的看法 咱们先来看 机构RPI2021年 做的一个关于抄底的系统性研究 作者Thomas Schoffer 利用标普500指数 测试了四个不同时间段 60种不同抄底策略的效果 得出的结论耐人寻味 我直接把研究结果 用一张图展示给大家 这四个不同时间段的结束时间 都是2020年底 但是开始的时间有所不同 可以看到 作者测试的四个时间段 分别始于1994年初 2000年初 2008年初和2010年初 这么选取年份是有目的的 1994年到2020年 以及2010年到2020年 都是被公认的两个牛市时间段 而2000年和2008年 则是公认的两个熊市的开端 一会我们展示结果时 就能看到这些时间段 策略表现的显著差异了 60种不同的抄底策略 也不难理解 作者想要测试 在6种不同下跌幅度的情况下买入 以及10种不同买入金额 总共60种抄底情况下 最终的收益表现 6种不同的下跌幅度分别为 一跌就买 跌1%就买 跌2%就买 一直到跌5%就买 而10种不同买入金额 则代表着 把总资金100万美元 分成一份 两份 一直到10份 这里每个时间段的第一行不太一样 它并不是抄底策略 而是作为对照组 意味单次买入 也就是典型的long and hold策略 咱们先来看熊市中抄底策略的表现 如果从2000年初或者2008年初 开始投资100万美元 long and hold策略 最终的资产价值分别为 243万和269万 而如果选择抄底策略 无论采用什么组合 抄底策略的收益 都是要高于long and hold策略的 并且抄底的平均收益 会比long and hold 高出21%和18% 而如果选择最好的组合 最终的资产价值 会分别达到304万和381万 收益率可以大幅提升 25%和41% 再来看牛市期间 抄底策略的表现 在牛市中 抄底策略并没有那么亮眼 平均跑输long and hold 13%和2% 但如果你运气够好 选对了策略 也是有机会 跑赢long and hold的 比如在1994年到2020年 这段时间 如果你每跌2% 买入25万的话 总回报 可以比long and hold 提高2.2% 在2010年到2020年 这期间 如果你每跌2% 就买入20万 则总回报 可以提高3.4% 在牛市中 总体来看 所有的策略 表现最好的 是每跌2% 就抄底的策略 如果你还能控制 抄底次数 在6次或者以下 那么最终的收益率 都是会跑赢long and hold的 可以看到 抄底策略 在熊市时 非常奏效 但是在牛市中 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了 值得注意的是 该报告中 作者除了比较了 抄底策略 和long and hold的策略外 还比较了抄底策略 和每月定投策略的 收益情况 最终的结果显示 无论牛市还是熊市 不管使用哪种抄底策略 每月定投 都是要优于抄底策略的 上面这篇报告 测试的是 抄底标普大盘的表现 可能有人会好奇 抄底个股的表现 是否会有所不同 SP公司2018年 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 则测试了 抄底个股的表现 作者把罗素1000指数中的 1000个公司作为样本 假设 个股A当日跌幅 比指数跌超10% 即大盘跌1.5% 而A下跌11.5% 则买入A股票 不要以为这样的情况不多见 在2002至2017的这16年间 一共出现了8694买入机会 也就是平均每个交易日 就会出现两次机会 回测数据显示 在这种抄底个股的策略下 组合收益率能够显著跑赢大盘 组合第二天的收益 比大盘高出了0.47% 240天的收益 更是跑赢大盘28.01% 因为样本足够大 统计意义上有99%以上的把握 也就排除了巧合的可能性 在得出了该策略有效后 作者还不过瘾 他继续研究 还找到了三个可以进一步优化 该抄底策略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选择机构持有比例高的公司 这样240天的收益率 还能比上述抄底策略再高出8.7% 第二个方法 根据公司PB和PE的大小 选取估值相对便宜的公司 收益率较普通抄底策略 还可以提高8.6% 第三个方法 结合技术指标Price Oscillator 收益率可以大幅提高20.9% 以上两个研究 都是表明抄底策略 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效的 但业界并没有对此达成统一意见 也有不少业界人士用研究表明 抄底这个方式根本就性不同 机构SVRN2017年发表的文章 Waiting the market to crash is a terrible strategy 就指出 抄底策略从长期来看 远远不如Line后的有效 作者选取了1926到2016年 标普版月度数据进行测试 他选取的策略是 等市场从高点回调10%后入场 持有至少一年 或者打盘重回高点时 再卖出套现 结果显示 抄底策略的年回报率是2.2% 而同期Line后的年回报率是6.3% 经过80年的复利积累后 两者最终的收益差距非常的大 那会不会是抄底后 持有的时间不够长呢 作者还分别模拟了 持有至少三年和五年的两种不同策略 结果还是Line后胜出 另外作者还测试了 回调15%、20% 一直到50%的七种不同抄底策略 回测结果还不如回调10%就抄底 可以看到如果把时间线拉长 抄底策略似乎并不具备任何优势 除了美国股市 机构PWR2021年发表的文章 By the Dip 研证了更多国家的情况 作者Benjamin Felix 同样不看好抄底策略的应用 如图所示 作者回测了 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在内的 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 结果显示 无论是等待回调10%抄底 还是等待回调20%抄底 都会导致年化收益率 跑输被动性策略 而且无论是在哪个国家 都会出现一种尴尬的情况 就是等待回调的幅度越大 最终的回报率就越糟糕 他建议 投资者不要等待市场回调 才去投资 因为等待期间的机会成本 非常的高 市场上关于抄底的看法 众说纷纭 每个研究似乎都有各自的道理 也都有很多可以反驳的漏洞 我相信看到这 可能有些看官已经看蒙了 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抄底这事才好 我个人认为 我们得先学会 如何看待这些研究性质的回测数据 才能正确理解它的作用 首先 保持质疑的态度是必须的 对于他们任何一个观点 我们都不能全盘接受 历史回测数据能反映很多信息 但是永远无法精确地预测未来 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 金融类的学术论文都不值得参考 认为只有交易才是王道 对于理论都嗤之以鼻 其实 所有的这些学术研究 并非都只是纸上谈兵 它能够打开我们投资者的视野 用新的角度来看市场 它最重要的作用 不是让我们照抄理论 而是激发我们对于投资的思考 不过 我并不是说 理论比实际交易经验更重要 两者对于我们投资是相辅相成的 少了哪个都不行 接下来我就给各位看官看看 真实的市场环境下 交易者都是如何在抄底这条路上 成功或者失败的 兴许我们也能悟出一些道理来 咱们先来看一个最典型的失败案例 下图是08年金融危机期间 资金的流动和股市的表现 上面绿色的字是投资者的情绪 我们可以通过观测资金的流动 来判断市场上抄底的力度 这张图实际上就清晰地告诉了我们 投资者在这波金融危机中 是如何抄底的 图中蓝色的柱子就是市场净资金的流向 上方是净流入 下方是净流出 可以看到 当市场刚开始下跌时 还是有不少抄底资金进入市场的 这时他们的心态就是 市场很快就会反弹 用的策略可能就是上面业界内认可的一些抄底策略 然而 事与愿违 不管你有再笃定的心态 再成功的策略 在真实的市场恐慌面前都不堪一击 随后市场大幅下跌 我们看到已经没有什么抄底的力量了 基本上全部都是恐慌性抛售 最长的那根想下的柱子 就是大家集体卖出的节点 而当真正市场开始反弹的时候 抄底的力量又迟迟不敢入场 直到2010年初才有第一笔像眼儿的抄底资金流入市场 依照当时资金的流向来判断 多数投资者的收益都无法跑赢浪案后的投资者 这就是典型的持有资金等待入场时机的弊端 因为真的出现恐慌性下跌时 很少有人还能秉持所有的投资原则 剩下的就只有受情绪的支配了 这是失败的情况 那么抄底策略最成功的案例呢 那就要说到是今年的市场表现了 根据布隆伯格的数据 在今年每次市场像样的下跌中 都有大量的资金入场抄底股市 一月的下跌700亿资金入场抄底 三月的下跌引入了900亿 四月下跌又进来420亿 五月的下跌仍有320亿资金涌入市场 可以看到在2021年市场回撤的幅度越大 抄底的力度就越猛 最关键的是几乎每次回调市场都很快恢复 并且迅速再创新高 这一方面有市场本身就很强劲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些抄底的资金也起到了不小的支撑作用 可以说今年迄今为止 使用抄底策略的投资者是乐开了火了 现在我们了解了抄底的理论 也看到了实际市场中抄底的成功与失败 相信咱们各位看官 应该也都有自己对于抄底这个策略的思考了 最后美头军想聊聊 我对于抄底这个事的看法 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万能的抄底钥匙 任何系统性的抄底方案 我觉得都要慎重使用 它可以完善我们的投资认知 但却无法作为投资准则 在我的投资中 不管是否抄底 都需要加入个人对于市场的判断 其实就抄底本身而言 也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重点是分辨噪音和真实的基本面影响的区别 我在会员视频 如何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投资机会中 介绍了分辨抄底机会的方法 感兴趣的看官 欢迎回看之前的视频 对于抄底的策略 我是这么看的 我认为抄底是一定要抄的 但是要看你抄什么了 大盘如果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我认为是可以考虑抄底的 能不能抄到底不一定 但我相信即便我判断失误 大盘也总有一天能重回高点 而我的投资期限有足够长 有能力等到它重回高点 而个股就不同了 由于个股下跌幅度大 周期长 而且存在结构性变化的风险 因而除非我非常了解 并且极有信心的股票 否则我不会轻易的 在个股下跌的过程中选择抄底 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抄底的钱从哪来 投资大师彼得林奇曾说 投资者因为害怕回调 所遭受的踏空损失 远大于他们真正在回调中 所经历的损失 对于这一点 我是神心不已的 我个人的投资 从来不会留有任何现金 因为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太高了 所以当我真正遇到了 我自认为的抄底机会时 我会把挣来的钱再填入股市 或者直接管券商借钱投资 一般情况下 我会利用期权策略 撬动账户的保证金 来达到增加杠杆的目的 加杠杆风险较高 新手请谨慎尝试 我认为投资是每一个人 一辈子的事 我们必须时刻做好 投入其中的准备 抄底只是投入其中的策略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定投 卫星策略 因子投资 等等一系列策略 都可以作为好的投资方式 如果大家对于这种 科普类投资视频感兴趣 请用点赞或评论的方式 让我知道 如果反响热烈 我会继续做这种类型的科普视频 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